各位世界各地的家人们 大家好 此刻我的心境 这种滋味不晓得该怎么讲 又兴奋又紧张又感动 我今天已经跟韩姐跟堪君大哥 还有我们韩石都讲好了 今天老师不上 要到下个月9号再上 因为今天太强伴了 一个韩石 一个小小年纪 本来是8月份上 然后公司的认成都一定要考核再考核 要到下个年度 比如说到应该说明年的1月份 或是2月份才能够认成 可是我们居然韩石 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 疫情可以说造成这么大的 全世界的那种都是一种 我仿佛看到了全世界各地的人 你们那种渴望的心境 我看到了泰国的宽幻大师 悟跟莫 每一次韩姐都讲 我们要跟泰国的宽幻大师学 为什么呢 他居然讲他最大的梦想 当他讲出他最大的梦想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他是讲他要上多少分多少分 而他居然是想说我最大的梦想 当疫情不见的时候 我可以最快速度赶到老师的城堡 拥抱老师 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而一个异国他乡 跟我们不同的语言 而居然在安利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我们真的四海之内接兄弟 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 各位 这真的是世界大同 不就在我们这个环境吗 接下来 我仿佛看到了李老师贵族姐 她的贵族姐的产子也跟我差不多一样 我仿佛看到了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 哇那种方心鼓舞 而李老师多少年来 虽然只是小学二年级 他说他只有最听得懂我的话 因为我教的是小学二年级 他刚好小学二年级 所以他最听得懂我的话 他就这么样的简单快乐 又坚持地相信 多少年来已经在马来西亚都是第一名 看到了贵族姐 只会在台上唱一句 或是用歌唱来唱一句话 而现在可以上台 侃侃不断地这样子表达 甚至于两个小时都不肯下来 我看到了每一个人 从不可能变可能 从真的没有办法相信 怎么潜能会这样子的呢 怎么会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 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我觉得安利这个环境 真正的帮助多少人 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淋漓尽致 只是因为从不相信到相信 从所见所闻 开始改变自己的所思所想 而最后决定他一生的所作所为 我真的为各位觉得骄傲 我仿佛看到了西班牙的 我们的大勇 好像就是昨天的自己 我们去了那边灌街 只是请我们的大勇出来 帮忙我们提东西 提啊提啊他发现说 你们这群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好像街上的东西都不要钱的 而他说他自己到了国外 奋斗了那么多年 而结婚之后仍然是睡在 人家的那个客厅里头 夫妻两个 连一个房间都没有 而现在他居然可以买房子 还有游泳池 还有车子 哇当我听到这种的讯息 我多么的欣慰 我看到中国人 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 真的都那么样的 透过了这个环境 而意想不到的改变自己的 我真的举到三天之后 都举不完 我现在越来越看到 美国的朋友 现在已经应该对你们来说 是看要天亮了 而你们熬了一夜 仍然我看到你们 那种发亮的眼神 不断地做笔记 今天够你们过瘾的吧 韩姐主持 韩石讲第一段 勘君大哥讲这样 我在后面听了 我已经是陶醉得不得了 我在想谁敢在勘君后面讲话呀 哇我太佩服他 什么越急 越急 第二个越急 第一个孩子越急 哇听都听不懂 可是各位 他用那么简单的话 来讲这么深奥的道理 第一个越就是要终于省越自己 反省自己 读懂自己 几个人能够了解自己 读懂自己 我还记得多年前 我听过非常成功的 人士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会不会成功 不要问别人 你就要去照镜子就好了 镜子那个人就会告诉你 你要多久会成功 所以他用这么样的这种来形容 我们几个人每天都在看自己的镜子 可是省越过自己 第二个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要让明天比今天更好 我们就是一天一天就这样过了 而我们没想到一天一天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老了 所以刚刚看君讲的太好了 26年前我到了大陆 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小 我真的听到他做一个老太婆 又一个老太婆 我做梦都没有讲到老太婆 三个只会在我的身上出现 最后讲到最后 说那个老太婆就坐在我旁边 我才缓然大悟 那个老太婆是讲我 曾几何时26年过去 今天真的是老奶奶老太婆了 而各位同样的岁月在你的身上走过 26年后你将会是不是老太婆呢 还是会在看君今天所讲的 在老师的身上今天看到的四个更好 我为什么会有四个更好呢 我到底吃的是什么 我到底用的是什么 我到底每天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各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看所以曾经问过一位世界跑步冠军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跑得这么快 他说我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我就没想到我跑到第一 各位我也是 我也是每天都很快乐的 每天三句话不离本行 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快乐 真的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 好像潜意识里头 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人 真的 你相不相信 你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各位就像看君刚刚讲的 你的风水就在你的嘴巴里头 你嘴巴讲出来的话就是你未来的前途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过年 我妈妈跟我的祖母都会说 年三十年初一不可以讲任何一句消极的言论 这样一年都会不顺 不可以讲 哎呀我今天病了 这一年都会病到底 所以各位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把这句话记下来 所以我每天即使很度 我都哇我今天怎么这么快乐 哇各位也没想到这样子 而我今天在这样一个事业里头 我的风水就是我每天所讲的话 是不是心里美语言美 各位真的一个环境 会让一个人命运方天附地的改变 所以我每每就想起 中国近代史上 有个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 她啥事也没做 就是搬家搬了三次对吧 那个人是谁呢 就是孟姆 如果说孟子没有妈妈这种 搬了三次的家 怎么可能有她的这种成就 所以说为什么要说 租赚难出千里 在一个租赚里头 怎么可能被养出千里吗 盆栽难养万年松 小小的一个盆栽 怎么养出万年松呢 所以各位 这个环境对一个人的帮助有多大 所以今天真的我深深体会到 走出来 世界将会变成是你的家 而在家 家就是你的世界 所以请问各位 你跟什么人在一起 听什么话 真的就是决定你的未来 不但决定你的未来 也决定你下一代的未来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 韩石这样子 就讲到韩姐不是比孟母还伟大吗 各位如果当年的韩姐没有来安利 那她对孩子的教育会怎么样呢 会用启发式的教育吗 会带孩子走遍全世界各地吗 所以各位观世界才能够有世界观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我常常觉得 真的为什么会说一言新帮一言王国 我们真的每一个字每句话讲出去 就是我们的风水 我今天真的太感谢看君了 我跟韩姐两个就一直竖大拇指 说请他来真请对了 昨天请他吃也请对了 你看昨天明明老师肉都不舍得吃 都给看君吃 我还从别人那边偷两块来给他吃 嘴巴仍然没有塞住他 我只不过吃了鱼头 我只不过吃了骨头 你看这就是以前对我的孩子也是一样 每一次如果偶尔有一次去吃牛排 我都跟儿子讲 儿子妈妈不爱吃肉 妈妈喜欢吃骨头 到现在为止我小儿子都跟哥哥讲 哥哥我们就把肉吃完 妈妈只爱吃骨头 各位想想看 妈妈真的只会吃骨头吗 很多人说狗就是喜欢吃骨头 我说不对 你如果丢一块肉给他 看他会不会损肉 因为狗是没有损责的 里面都是把骨头丢给他 他只好损骨头 所以妈妈不是只是喜欢吃骨头 每一次那个虾 那个孩子都很爱吃虾 我特别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煮了最好吃的虾给他吃 吃完要的骨头是 虾壳是自己吃 然后说宝贝 妈妈最喜欢吃虾壳 到现在为止 我的小儿子定孩子说 哥哥 我们就把虾壳给妈妈吃就好了 所以各位 真的孩子 你说妈妈会嫌弃这个孩子吗 所以各位 今天我觉得 为全世界各地朋友 觉得欣慰的 是你的下一代会更好 你的未来会更好 是你想象不到的 没想到今天看去 从老师身上说 两年前的状态 跟两年后的今天 我走路比他还快 我走路走道 他赶不上我 他气喘如牛 我还神 应该怎么讲 气定神 神仙 对 现在年纪大了 讲话还是要有人 跟我配合的 所以各位 这个事业多好 那现在我也很紧张 一想到 全世界各地的 都是我的孩子 都是我的家人 我有什么好紧张 我是多么的轻微 多么的激动 多么的感动 我都忍不住要流泪了 我在这一刻 看到了全世界 百万的家人 所以世界上 最伟大的力量 就是爱 最强的武器 就是感动 我看到了我的女儿 在拉斯维加斯 现在正带着 她的三个孩子 很认真地 听妈妈讲话 我又看到了 我大儿子 带着两个孙子 还有我的媳妇 金美 正在洛杉矶 非常漂亮的 豪宅里头 在听妈妈讲话 而以前 每一次跟他们讲话 为什么孩子 不愿意听我讲话 我从来不检讨自己 是进入这个环境 我懂得就像 看君讲的 我越急了 我懂得检讨自己了 因为以前 我小孩从来不听我讲话 每一次一讲话 就说妈妈 你用录音机录下来 我们自己有空 就放下来听 你气了个半死 后来想想真的 妈妈 你每天就是 一回家 就说赶快洗澡 赶快做功课 赶快睡觉 然后呢 除了这个就没有了 每天都讲一样的话 千篇一律 对孩子有什么歧视 可是进入这样一个环境 每一个父母都改变了 每一个父母都学会讲故事 每一个父母都知道 鼓励跟称赞 会让孩子 会让白痴变天才 而批评跟指责 一定让天才变白痴 所以各位 今天看到的 看君大哥 你们一定要去打听 今天不止韩姐在中国这么有名 韩石在世界各地这么有名 你好好了解 看君是 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 真是一个天才 也是一个鬼才 各位 你看 他真的十八般武艺 样样皆痛 像这种人 他还说犯忧郁症要自杀 有一次我跟朱老师讲 我说朱老师 真受不了看君 他天天都说 他很想自杀 他每天醒来都带自己 怎么还活着 你知道 我们朱老师多幽默 朱老师说 哎呀 他的老婆那么漂亮 他的孩子那么可爱 他在成功中国有名的名嘴 没有一个人不羡慕他 应该犯忧郁症的 是我们不是他呀 我只听着觉得 我们朱老师也特别特别 欣赏看君 所以今天是全球各地 可以说能量爆棚 请到看君讲这么久 这个要给他费用有多少 各位 他就最不应该的产常会寄恨 你看那一次钱借给他 因为他也知道 我在赌桌上是在寻找 我说做安利 自己就像一个心坛一样 在寻找成功的领导人 寻找他的需求在哪里 结果呢 我叫他坐下 因为他身上 他跟我讲他没钱 各位你一定要先坐没钱 那在这开口 不是就是要跟我借吗 我是听着动 看着懂的人 所以我就拿了一摞 各位欧元一望 是很故意的 你怎么知道 你看我多大方 我移了一万块给他 还有我看他真豪气 看也不看 砰砰砰三把就输关了 输关了他又在看我 各位他那个眼神就是说 老师你那边还有筹码 是不是应该给我 各位我是越急也越人的 我听得懂看得懂 所以我就赶快自己舍不得玩 又把那一万块推给他 各位你知道 我们到国外能带两万块 现金的欧元 那是很难的 要这里带一点 那里带一点 还要团队帮忙 一个人带一千 他以为的一万块是在中国 像他现在这么有钱 无所谓 我自己什么都给他 他老远又啪啪啪的安把 都不接 那就是心态不好 你说对不对 结果第二天下来 装着不认识我 各位我实在忍不住 我在想 我都没有钱都给你了 你第二天我以为他要上去 当天上去是要拿钱 下来给我的 结果他上去以后不见影子了 我剩下一点钱也没得还了 所以就要一直等 第二天看就会还点给我 他下来看到我 装着没看到我 所以我眼神一直跟他暗示 他都假装没看到我 各位 所以听话要听两面话 一切以结果来判断 这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今天做案例 听话要听两面话 我们要听这边成功人讲的话 我们也要听外面不了解的人讲的话 但是你要用时间来证明 结果是听谁的话是对的 所以第二天他老兄下来 我以为这下总该还钱 我身上已经身无分分了 他还是不要 各位 这时候你是不是忍不住要跟他讲了 结果直播怕他受不了 点播他又听不懂 最后我忍不住了 我只要跟他讲 看去老师仅仅在的那些钱 还是跟人家借 你总该还给我了 各位 要等一个孩子长大 多少年 他今天终于长大了 他会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 如果他今天不长大不在 你做了这么成功 他一定还怪我 老师 你这么有钱 明明是你给我还的 这种话都看不懂听不懂 你说是不是 我明明是看他 就觉得他没有钱 我自己舍不得玩给他玩 而他居然说是 这个是不用还的 赌桌上的钱不用还的 所以各位这里 楼下就是赌桌 不要出去 碰到看去家 就把一堆钱还给他 各位 真的 我就觉得这个反省实在太快了 我参加 待会又离题了 就不行了 要把他抓回来 所以我今天听到他讲 我跟韩姐两个都觉得好贵 韩姐不要我上来讲 三分钟 close 一直说 老师你今天对看君的分享 你一定太有灵感了 所以你一定要上来讲 各位 我是硬被推上来的 你看 我也没化妆 我穿个随便的衣服 我脸上 一点粉都没有 我就是英雄本色 我不晓得各位 你看 我真的让大家看到 我用了案例 40年 明年我就满40年了 我现在现场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40年 12年没有找到这只到上海 又找到他 他可以证明 我当年的皮肤跟现在的皮肤 真的是反而更好了 我更记得那个时候 季老师跟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快要跟我结婚的时候 居然讲说 我要把 他说他要把我送到日本去 等休一下 气得我半死 但是现在 我的皮肤 可以说上一次去公司检查 公司的仪器都最好的 居然检验出来 我的胶原蛋白只有30几岁的 所以我的脸上不容易长皱纹 也不容易 我的手上根本都没有帮 所以各位 用40年来证明 你的产品 你的保养品 你的扭曲来 在我身上兑现了多少 所以各位 他们居然说 老师 以前看你好像你笨笨的 话都讲不清楚 现在说 老师 你到底吃了什么 就是卵磷子 我吃了比别人都多 维他命E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那种 那个小麦配芽油 你知道有多好吗 我一定吃得比别人更多 现在那个疫情这么严重 各位 我每天的Q10 吴华全先生说 医生告诉他 那里头最好的就是Q10 那个免疫力是最强的 防止老化 然后他一天可以吃一瓶 我看到他以后 我一气之下 我还是没有差那么大气 我是两天吃一瓶而已 可是真的 感觉自己越来越好了 你看疫情时间 我们去打针打 反正很多人都有反应 我打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第二针打完以后 还熬夜熬到三点钟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各位 这一次看俊来 我觉得看俊是不是老化了 走路都走不过我 结果他今天 终于平良心这样 说老师的角力变得这么好 所以各位 这一切一切的事实 不能说闷着眼睛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相信我大儿子 我小儿子在台湾 我女儿在拉索威家 一定听完看俊大哥讲这几点 孩子们一定是放进鼓舞 更高兴的是 全球各地的家人们 你们有没有感觉 老师真的是 年龄倒是涨 财富正着来 你看 当时我昨天看到的韩姐 我也很嫉妒 我记得二十几年间 看到韩姐有皱纹的 真的 干巴巴的 我在讲这个皮肤 我自己还是认为 可能是我天生丽质 我妈妈把我生得好 我皮肤好是应该的 结果看到韩姐 就自从那一次检验 我的皮肤之后 她会去比我更勤快的保养 我现在看到她皮肤 完全变一个人了 她更是一点皱纹都没有 让我觉得很嫉妒 所以她现在一天用两次 我看我要更多用几次 才感到上当 所以各位 这个房间实在让人太快乐了 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打草稿 我们上来就是说句心里话 所以我们就是 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北京 看那个手 那个医生就说 他说老师我们好喜欢听你 本来老师今天是不讲的 是被 因为我是想 今天已经够好了 他们三个 尤其是韩石 是不是 讲完又我在讲 好像是多余的 可是现在被干军一讲 我越来越有灵感 那上月越的多好 一个越几像越冰一样 不要越冰越自己 跟看看自己 有没有真正的 默默地的良心 我自己有几两几金钟 我好好的审阅自己 以我目前这个样子 三五年后 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是不是要很诚实的告诉自己 我现在的工作 我现在的想法 我现在的一切的一切 十年二十年后 会让我翻身吗 各位诚实的告诉自己 第二个 是不是要读呢 我要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好 我的明天比今天更好 我的后天比今天更好 比明天更好 所以永远记得 不要跟别人比 而要跟自己比 跟自己比 跟别人学 要不断的自我超越 这种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你的 第三个月底 要看到自己越来越喜欢自己了 越来越自恋款了 我现在发现 我自己开始很自恋了 所以以前跟我先生讲话 都不敢讲说怎么样 现在我敢大胆的跟我老公讲 宝贝 你这辈子娶到我 是你修了很多年的 而且每一次 我都跟我先生开玩笑讲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孩子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 有一次我就会跟季老师讲 宝贝你知道吗 我今天去看命 说我们是妻子夫妻 结果我先生说 有没有告诉你 这是最后一次了 各位 我真的觉得 还有一次 我儿子跟我讲 妈妈 你来世 要投胎 要做我女儿 我气得要是妈妈一对 我你这是没大没巧 怎么可以说 妈妈投胎做你女儿 韩姐在旁边点我 老师 笨啊 我们当然来世 要淘汰做大的孩子 要不然我们呢 你世世代代 我们俩都还要从好说吗 后来以后就说 儿子妈妈改成 说你的女儿 要不要做过你的孙女儿 你们多努力一点 我们讲话的内容都完全不变 所以人们要活在希望里头 各位你说对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给朋友最好的礼物 就是有希望 不要上句话一讲 人家恨不得去自杀了 所以人如果没有希望 才能不能去自杀呢 所以第二个 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给礼物是一种智慧 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就是荣耀 让父母以我们回荣回药 参军严世权得到爸爸偷偷 我相信他那个爸爸 一定是真的是含笑而去 各位我的妈妈是有话 从小我们是拿那个赤瓶 应该说是我是拿到的 就是政府不住 就是我们家连饭都没人吃 真的各位你无法相信 我小时候是要吃芳术腺 那个芳术腺好的没办法 只是吃那个臭的 不能够去换的 各位你看我每次看到吃饭就很害怕 而各位我们是这样子的医生 就是因为从小我就是觉得 我要让我妈妈过好的日子 因为我妈妈 19岁就收割 我从小就立下支援 我一定要让我妈妈过好的日子 而我很努力的读书 做了11年的小学教育 我仍然让我妈妈还是可以说是 为我带三个小孩 我真的很不甘心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 当我了解案例之后 刚开始不了解的时候 一定是不可能这样 可是当我了解的时候 各位你知道吗 我妈妈曾经这么样的反对 因为她觉得做老师已经很好了 我妈妈常跟我讲 我们这辈子吃不了干饭 吃细饭就好了 那一个母亲给我的观念是这样说 我们吃不起干饭 吃细饭就好了 所以做老师是吃不饱也饿不食 所以你就稳稳荡荡的 这一辈子已经是很好的 是前辈子修来的 而各位当我妈妈知道 我为了安利 我辞职了 我老师不做了 我妈妈全家几乎快疯了 我所有的同学朋友 能够在台湾进我那个学校 是很难进去的 因为我们毕业之后就有薪水了 请问各位 如果我不了解 我敢这么大的胆子吗 我有三个孩子 上有老下有小 我敢这么大的胆子吗 所以各位 当我真正深入的了解安利之后 我就觉得 这辈子上天给我一个最好的机会 想想看 不用我投资 我不用出钱 我当时在台湾加900块台币 而在中国加70块的人民币 我不做还可以退回 各位 我越想越觉得 这辈子 我即使这个900块钱 存起来 我会变不好 我用出去 我也不会变气概 我也不可能变成气概 如果这900块让我看懂了安利 该多好呀 所以各位 什么人不做安利 就像钟老师讲的 不了解的人才不做 当你了解之后 你半夜都会起来做 所以各位 我今天为什么到了 我现在 反而比以前更努力了 因为我真的 自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多做好吃 我对任何一个朋友 我要回报人家 就是用安利来报答他 所以我真的给朋友最好的礼物 是希望 而我给我母亲最好的礼物 荣耀 你看我们一个 我妈妈一个寡母 我妈妈走在中 全球各地 一大早 五点多钟 上万的人在里面排队 跟我妈妈 就送我妈妈走最后一程 我相信真的 我们所有的家人 到最后 我妈妈跟我讲 她说 现在终于知道安利好了 那你要好好的 帮助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 而当年 我妈妈只要看到我的家人 或亲朋好友在家里 我只要一讲安利 你知道我妈妈怎么讲吗 要是你自己去死 你千万不要连累别人 而各位 是因为我了解了 他不用投资什么钱 可是我们却居然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所以我今天不应该讲这些 可是我每次讲讲讲 就觉得 哇塞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个事业 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 不了解安利 我记得后来就很多人 会来访问我 那每一次那些记者 或是那些来访问 就说 陈老师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安利好 安利妙 你可不可以讲一些 你做安利的挫折 我想了半天 我说我要我讲诚实的话吗 对啊对啊 你一定要讲嘛 那很多人都说 你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你就一直讲话 我说 我最大的挫折 就是这么好的事业 又不要你投资 又有人教你 还有人陪你 还有人搬着你做 这么好的事业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了解的 这就是我最大的挫折感 所以那个记者听听也没话讲 所以访问我的记者 现在也是我的市场部门里头 而且也上了影响章 然后他的记者工作也没有了 因为不景气 那个出处也没有人要看了 所以各位 真的安利 总是当你了解以后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事后那种后悔 那各位你知道 为什么我看到堪军 那我当年进去那个大陆的时候 我已经在台湾上了FC了 而且我也是全台湾做的最好的 所以我自己知道 我用了 可以因为我进大陆的时候 是26年前 那我已经在台湾做了十几年 我已经透过安利 我把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 把所有不敢想的也实现了 把所有没想到的都实现了 所以我看到堪军 他也是很苦的孩子 他讲他小时候的苦 那我就觉得 哇这孩子的苦怎么跟我一模一样 而且这么苦 他还这么不甘心 在牛棚里头读书 用人家一个小小的灯 然后躲在里头读书 然后被主人看到的灯都把它关掉了 然后他跟他讲 我帮你挑水 你灯你这个小小的电电不要 不要断掉 让我半夜可以来这边读书 我这样苦的一个孩子 六七岁就去排那个煤炭 然后因为那么小的孩子 骨骼就排坏了 所以他一生的病 所以我就想 这个孩子不成功 进入安利就是过去吃苦 受难的人才知道安利有多好 所以我就跟他讲 宝贝 天江这样大人于世人业 你跟老师很像 如果说你过去吃了这么多的苦 老师能成功 你一定会成功 我很真心的告诉他 康君你一定会成功 但是呢 他回去以后 跟人家很幸运的讲 我真的会成功 我真的会成功 然后问他为什么 因为陈老师跟我讲 我会上FC 结果所有人都吓他说 康君 陈老师跟每一个人都讲同样的话 所以各位刚刚看到 我特别热烈的鼓掌 康君就讲了一句话说 对呀 陈老师跟每一个人都讲这样话 但是我康君 加上两个字 相信 所以我特别为这两个相信 热烈的产生 所以各位 真的知道没有力量 相信才有力量 今天安如坐在现场 他见证我40年了 40年前的我是什么样的我 那时候 都是难得 因为安如又年轻又漂亮的时候 一天到晚都有人请他吃饭 我从来也没人请我吃饭 所以大家看到我太可怜了 就会请我吃一两顿 你看过去的老师是这样的 可是我不甘心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你这辈子为什么吃饭 我说我不甘心 我是说生而贫穷不遗憾 死而贫穷才遗憾 我今天不但自己贫穷 我要累赘我的妈妈 还要我的三个孩子 未来走出去 我们当年出去都是 我们全家出去 只有一个港 那就是自卑港 而经过安利的 我在安利九年九个月上 结果各位 现在我们全家充满的是优越港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所以各位 这一切的一切 很多人说老师 你的港大概怎么这么清楚都记得 我说 因为讲真话 千篇一律 看到人都是讲英文一样的话 我当然记得了 你说对吗 所以各位 很多人得了老人次贷症的时候 他最亲的人他都还记得呢 那各位 我相信我即使得了老人次贷症 安利的人我都会记得 各位 你相信吗 真的 真的 我今天也看到了 好像 因为他原来 我怎么讲他不做的 我为什么特别感谢抗军 跟韩姐一模一样 天下最自私的就是母亲 所以我怎么讲 我儿子都不做 他又是AB型 他是8月13号生的 结果没想到 抗军跟他一样的AB型 也是8月13号生的 然后他听抗军讲话说 妈妈 你讲话太没有学问了 你教小学教员 你只会叫小狗怎么叫 小猫怎么跳 那人家抗军大哥 讲得头头是道 才华很异 所以抗军说安利好 他相信了 各位你说气不气 我10月怀在身的 是我把他养大了 是我不舍得吃肉 把骨头自己吃 他居然不相信我 他相信抗军 他抗军这么聪明 会做 那我就要做安利 所以我为什么 我指差没有像韩姐一样 跪着爬到他面前 我如果这样子跪到 他会折瘦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但是呢 我永远感谢贪军 是贪军启发了 我最小的儿子 我最小的儿子 是最叛逆的 哥哥比较听话 所以在安利西里 我三个孩子试验 听话的第一个成功 现在哥哥 豪宅都超过10栋了 他在美国一栋摆 人家看他简直像白菇一样 孩子都越来越孝顺了 我的女儿 那个比较 就是说他对自己没有自信 他每天要叫他来 这个病 那个病 最后我气得钥匙说 宝贝你头发痛吗 你指甲痛吗 你看他现在也终于顿故了 居然他会讲两句话 讲说 我妈妈成功是两个相性 我为什么不成功 这么慢成功 我也是两个相性 那很多人问他 那这句话怎么讲 为什么妈妈成功是两个相性 我妈妈成功的两个相性 他跟人家讲 看到人家不懂 看到人家还不相信 妈妈觉得他还不懂 所以要用爱心耐心等他 总有一天等到他 对吗 然后妈妈觉得他一定会成功 那接下来妈妈相信 他听一遍是不懂的 妈妈相信他一定会成功 所以妈妈的两个相性 可以改变了这么多人的 医生培养了这么多的FC 这么多的高级经理 那他也有两个相信 他的第一个相信 只要讲一遍 那个人说不做 他就觉得他已经真的不做了 第二个跟他讲 讲一遍 他就觉得他点头他就是懂了 所以他就永远就是放弃 他讲一遍就觉得人家就懂了 然后呢 那个讲一遍就觉得他不成功 所以各位 所以主委的他的两个相信 所以人家他为什么这么骂 我的两个相信 为什么我可以培养这么多人 所以真的今天听看你讲话 真的好过瘾啊 各位 他就前面就讲很简单的一段话 就是讲说 他就是因为相信 而他今天能够透过坚持有今天 那接下来呢 这一次 我也要特别跟各位讲 那在讲 当年在讲岳飞是谁杀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程上在讲 我说认真学习 你才学得到东西 你不认真学习 你绝对学不到东西 你同样的在课堂上 那有一天呢 老师正在讲岳飞 怎么样怎么样 到最后 像这样讲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朋友趴在桌子 他睡得还大不 所以他就把他叫醒说 小明 你为什么老师在讲课 你在睡觉 那小明说 老师我没有睡觉啊 我真的没有睡觉 小孩子都很要变嘛 很杀法 杀法嘛 结果老师说 那你没有睡觉 那你告诉我岳飞是谁杀的 那那个小孩说 老师岳飞不是我杀的 岳飞真的不是我杀的 那各位 你不用讲也知道他说法了嘛 对不对 那老师呢 很好 摇摇头 跟他讲说 那你明天把你的爸爸找来 那 那个孩子就真的 第二天把爸爸找来 那老师就一无一时的跟他讲 说你儿子在睡觉 还没有听课 还说岳飞不是他杀的 就讲这段 想不到这个 这个父亲听完又说 老师 我相信我儿子啊 一定不太专心 爱睡觉 这个我都能理解 但是老师 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儿子啊 连蚂蚁都不敢杀 我可以证明岳飞真的不是我儿子杀的 哇 这个老师 另外又一个头四个大 怎么一个儿子笨 又一个父亲也这么笨呢 那所以只好说 那这样好了 你回去 明天请你的夫人来 他居然很高兴地说 好 我明天请我夫人来 他也真讲他自己夫人 他的太太是夫人 结果他太太来听了 然后老师就一无一时跟他讲 他儿子怎么样啊 老公怎么样啊 听完又 没想到这个太太就哭得死去 活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所以这个老师就讲 家里总算还有一个村民的 然后就问他 那太太你这样了解吗 是不是你孩子的营养不够啊 还是为什么这样子爱睡觉 而且不认真听歌 好老师 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回去好好地调查这一对父子 一个礼拜以后 我再来告诉你 到底岳飞是 我是他父亲杀的 还是我儿子杀的 各位听完以后 各位就知道 不学 无知是不可原谅的 对吗 但我们原先在讲的都把这个故事 当做开玩笑样 讲给人家听说 不学习的可怕 结果没想到看军 我们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讲得很清楚 没有想到看军 有一次真正把这个题给解破 就等于解释了一清二楚 他就讲 为什么很多人做案例不会成功 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领导人 然后他在台上讲完就把这个岳飞这个故事 最后我肯定是陈老师杀的 最后自己终于怀难道说 原来岳飞是我杀的 因为我们没有学习 我们该讲的没讲 不该讲的乱讲 然后又没有爱心又没有耐心 自己也不了解产品 那高蛋白跟软粒子到底怎么泡 自己也不会 所以我就说公司给我们的这个产品 都是米其林的材料最好的 可惜我们不是米其林的厨师 每一次讲这些照样最有感觉了 然后给你一只土鸡 你就把头扭掉 然后开始吃的都是满嘴的血 人家看到都吓死了 我说你如果说懂得喷嚷的人 你就把那个鸡做得很好吃 像我们阿鲁那个三杯鸡 但我现在为主还在流口水 对不对 所以各位进入安理最重要要学习 那我们这些所有上来的FC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天才 我们也走过 不知道又会是谁杀的 我们也去调查过 又会到底是谁杀的 到了最后我们成功以后 才知道原来都是自己杀的 就像刚刚刚刚讲的 不该骂的把他骂死了 所以他看到我在教学的过程之中 我知道这个人是属于什么样的个性 越来越了解 因为他很想成功的人 你要告诉他 你的学习一定也很重要 如果他来这边只是玩玩的人 他根本都不来的人 那你就陪他玩 知道吧 所以我就说 做安理就是学会 安理有三种人 一种就是制造问题的 就是看俊也讲过 那不会成功 一种是被问题困住了 他自己没有能力制造问题 就被问题困住 人家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了 而第三种人呢 真正会成功的 就学会解决问题的高手 所以当我们要告诉人家 这个产品有多好的 这个维大命好在哪里的时候 有去来的产品好在哪里的时候 是不是你自己要吃过 你自己要了解了 你才可以告诉人家 接下来呢 你对安理的了解 要有绝对 对他的整个制度 整个公司的未来的宗旨 是什么 你要了解嘛 你了解了 就晓得先给他正确的观念 后才把这个机会告诉他 先把产品自己试用好了 泡高蛋白 晓得怎么泡了 我现在都是这样 我在宝贝买了新的 那个比如进水机 我不准他先用 我会找有经验人去帮他 把他装好 然后再告诉他 比较这个水 喝别的水 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你知道 安理的进水机的水 你家里如果有养猫的 你就拿一杯安理的水 再拿一杯其他的水 不管你在外面 任何一个牌子的水 放在旁边 你会发现猫比我们还出名 他会喝安理的水 各位这是非常 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那接下来呢 你看到你家养的狗啊 你会发现 他会晓得空气哪里是最好的 如果你家里装了空气清净机 你看到狗啊 睡觉一定是在空气清净机的旁边 所以像我的卧房 就装了四台的空气清净机 我整个卧房里头 我的那个衣帽间 我先生的衣帽间一台 我自己一台 卧房的四周围 我的船部的四周围 四台空气清净机 我的浴室就装两台空气清净机 所以我一个浴室 一个卧房 就是我的房间里头就有十台空气清净机 所以每个人到我家 我刚刚才装房的房子 没有任何一点的味道 那个味道就像喜马拉雅三迪安 那各位这就是我的做阿尼做酒的经验 我记得18年前不是流行那时候有SARS吗 我就买了十台的空气清净机 围在四周围 我最在中间 各位因为我们那个可以过滤病毒的 它不是只是过滤臭味 过滤杂质 它可以过滤病毒的 所以各位 所以空气 我们都知道阳光空气水是最重要 可是今天我最办的一点 不要说做生意 而是安理谈的就是大健康 我们曾经被人家笑 中国是东亚病毒 可是现在我们自从做的安理 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关联了 所以我们晓得要喝好的水 我们晓得阳光空气水 为什么说寒州的女孩子特别漂亮 因为水之好 为什么要说 你看这三宝 你都安理帮我们准备了 空气也准备了 水也准备了 还有把我们所有的每天的营养分 都帮你准备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去了解 你不了解 我跟你讲过的嘴也没有用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人啊年轻的时候啊 是爱情第一对吧 金钱第二健康第三 可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大 你就会健康第一 金钱拥有排第二 但是呢感情变成第三了 所以各位没有健康的身体 真的你什么事都不能够办 所以要健康是在你权责里头 前面那个第一 你如果前面有一个第一在那边 后面没增加一个 对你的这种不得了的 对不对 一个零 十位数 个位数 十位数 后面就越来越多的零对你的意义就多了 如果你前面那个一没有了 再多的零对你都是零 各位全球各地的家人 你们理解吗 现在老师的年龄越来越大 就觉得健康是多么的重要 你看我晚上跟他们熬夜 我的精神比他们还好 所以要动不动我们就把高蛋白 就把软磷值 然后所以我为什么泡高蛋白软磷值 我这么样那个人家用一小瓢的那个软磷值我就用十瓢 反正吃的多赚的多吃的多健康多 吃的多美丽多我为什么不要呢 所以各位 所以我每次都吃东西 我说先吃毒药再吃解药 或是先吃解药后吃毒药 我就怕胖 但又爱吃东西 今天中午陪看军去吃面 哇他吃了两碗 我吃了三碗 今天幸好他没有讲今天中午那一段 可是各位 我就是要先吃 我们先肯定 还有油切 所以我去检查健康 各位你会相信吗 我的心脏血管居然只有三十岁的 季老师都有一两根毒栓 我一根都没有 各位你能理解吗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精神异议 我真的讲起安逸的好 真的像水龙头流也流不进 说也说不忘 所以我走进安逸40年了 明年就是40年了 好像昨天才30年 今天已经40年了 而今天当抗军 用旁观者的心境来看我 两年前的我跟两年后的我 我的健康状况更好了 所以各位 我还因为要走路太快了 摔了两跤 你知道人家60岁以上很怕摔跤 我是用冲人跑上去 然后像飞一样飞出去的 各位我飞出去 皮包丢到好远 然后去造骨头没有断 各位你知道年纪大的人去缺钙 但是我对安逸的钙每片 跟鱼我都大量的吃 还有中国有一个最好的 其他的地方没有 台湾也没有 这里也没有 就是广化肉从银杏 各位你一定要吃 哇真的 我都是买那个 我买那个小麦配芽医药 公司都不让我订货太多 我都要借这个人 借那个人 这里帮我订20瓶 那边帮我订20瓶 我的那个小麦配芽医药 我家里全货最早要100瓶 人家跟我要 我说我没有肉 我来跟我要什么都没关系 营养食品我是不会给你的 因为你赶快去 应该有的自己一定要了解这个重要性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都是大健康 而且现在我觉得就像韩姐刚讲的 刚刚也 参与也讲说 每次中国大陆有什么大的 什么上一次的问餐抑制 我就一口气捐了四所学校 这一次的那个新冠会员 我们整个团队 就我们这几个FC一起 整个中国尊款才捐630几万 而我们的团队捐了610几万 所以是100多万的美金 所以大家都变得热散耗食了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从哪里来的 各位我知道时间到了 那么我都是忍不住 我今天所讲的一切 各位知道我没有写草稿 我今天不能讲的 可是我也是上来讲的 所以我们帮助了多少人 真的是扶贫脱贫的 我们看到这些人像韩君 跟我都是有名的穷冠蛋出身 我们做梦也不敢相信有今天 你可以问阿如 阿如现在都笑到这样子 阿如你今天 康军跟你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相信你不信 那但是呢 王平信了 所以王平是你介绍 他信了 他就拥有了这一切 还有今天看到徐姐来了 还有看到那个曲卿 把这些人都带来了 那我知道我现在是面对全球各地 我变成怎么木官乳斗 只看到眼前那几个 现在我看到全世界都在沸腾 各位 现在我们那个直播出去 是上百万的人在听 所以大家都在 他们都知道我年纪在 要找找我讲完有没有毛病 对吗 但是我讲的都是真心话 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印证的 所以在安利事业里头 让我获得的 绝对不是说金钱上的 而是健康上的 而是我的各个孩子 都变得好孝顺 我跟我先生 真的有聊不完的话 就像神雕侠侣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说 以前我们叫做小隆女小过儿 现在两个都老了 所以老隆女老过儿 我们就是很快乐 这几天我们家 每过一阵子我先说 宝贝 你会不会嫌这样子装款 有点过时了 再帮你装一支吧 这几天我老婆又把我以前的 这个都是我们买的最好的 全部打掉又重新装 那我们的FC 现在罕见他们 都住在我楼下 他们都不用买家具的 他们每过一个月 说老师 你准备装款了吗 你还是换家具 这套就帮到我家 所以我已经帮一套到他家了 那刘宏又来了 刘宏说 老师 你下一次那个口碑搬到我家 我下一次又搬到他家 这一次他们都有了 武艺也都买了最贵的了 最好的了 所以他们都不换了 害得我这次到处送了 到最后只好塞给小静 小静 你赶快搬回去 老师的 老师的衣途是有能量的 然后还要拜托他要 所以各位你能了解吗 很多人说老师 我们不羡慕你买房子 我们最羡慕你 每一个月换一套家具 每一个月 因为不说衣服都每天换 为什么家具不能换呢 我们想到有些人 床铺睡一辈子 沙发睡一辈子 所以各位 我们无法相信 当年完全不相信的一个事业 完全也没办法想这样 可以变成这样 所以刚刚看你讲的 又是我心中想的话 他今天把我的话都想出来 如果当年人家跟他讲说 要参加一年可以让你 赚个多十万 不用你投资多赚十万 来签合约 他一定会签 然后说剩下来的都是我的 我真后悔 当年怎么没有跟他签 我不要跟他签十万 我告诉他 看君一年给你一百万 他一定马上签 你相信吗 他还会请我吃饭 相信吗 一百万 他一定马上签 剩下来都是我的 我不是变成 我就不晓得该怎么讲了 那如果我该 当时跟韩姐该多好 应该跟韩姐讲 韩姐 你做个 他26家公司老师 一家赚一百块 一个月 两千六 他屁天屁天 他好高兴 在家里他讲话声音最大 因为才赚两千六 在我在想 这个人同老师不太清楚 然后 这真的 我终于体会到 千万次能独立 不如一个正确的抉择 那当时如果我跟韩姐讲 韩姐 你现在一个月赚 才赚两千六 对吗 我给你签个合约 我保证你一个月 给你赚个五万好不好 从两千六到五万 你说他要不要马上签约 如果他有点犹豫 说 我说他给你十万 一个月给你十万 剩下都是我的该多 他一定跪下来的 哇 从此以后他告诉 你看老师交我签个约 一个月赚十万 剩下是他人 我今天不是可以买 这个全部把他卖下来的 你说对不对 那如果对赵亚 我也跟他签个约 所以我现在对新年进来 都跟他讲 我跟你签个约 你要不要签个约 有时是环境 我最看重 要不要签个约 你未来的你的孩子 一定都是像韩石一样 所以你今天都看到 千真万绝的事 所以我们徐姐 你的那个几天多优秀 现在多么的辛苦 为了一个月 要赚个十万 二十万 你知道那个租金有多贵 现在一天不掉 他上一次脚扭到了 三个月不能交物 就三个月一点收入都没有 所以各位 这一次吴志胜 我也是如两好朋友 在上海就去讲 他你知道吗 你现在要想赚 一百万 你必须投资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还不见得能赚一百万 所以现在开始我们下决心的时候 我跟韩姐然后说 哇塞 我们才投资七十块 我们你看韩姐现在买的房子 他那栋房子到上海要五亿 五亿人民币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跟你讲 我们安宁没有赚钱 但是你看到我们吃后完了 看到我们买的房子 你一定知道我们是在骗的 所以各位 今天事实可以跟我们签约了 你了解吗 所以但是呢 你要好好的好好的努力 你的未来是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今天啊 泰国的朋友 马来西亚的朋友 还有日本的威威 哎呀更是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韩姐怎么样 因为他都不耐作 结果呢 就骗他说 陈老师要去日本演讲 那请他无论如何要来录音 然后又骗他说 你姐姐的钱已经寄给我了 要你无论如何要跟到大阪去帮他录音 就这样把他骗过来的 哇现在 真的他对他姐姐那种千恩万谢 韩姐的继母的两个孩子 现在韩姐的继母 把韩姐当做一家的恩人了 而韩姐说 刚开始全家不懂的时候 他在家里讲话威风淋漓 一个月才2600就威风淋漓 自从他进入安利之道好了 以后对每个人都关腰 所以变成家里最小的 这也怕那也怕 但是希望家人能够理解 所以各位 我想今天很感谢韩姐的一开始的组织 更感谢我们韩石少帅 哇塞你刺激了多少人 多少年轻人 你现在是最红的网红 当年他跟我讲 老师你看颜值当当 我还搞不清什么叫颜值当当 要他解释给我听 今天马康军请来了 我昨天所有的鱼肉都给他吃了 他今天还这样损我 我讲反正演讲也讲完了 明天我拿的 今天自己吃了 所以我昨天只吃两个鱼头 然后怕冷掉 因为他是水煮鱼里头的那个 也就是说整过哪里 他才不会冷吗 所以各位 是为了听话要听两面话 我今天本来不讲的 是因为他这样子损我才要讲的 如果我今天不讲 不是就像安利亚 你在外面 倒听主说 没有一个真正的 这个来辨证 来印证 那如果这样一讲 我今天不上来 我不是真的吃两条鱼了吗 我才吃两个鱼头 然后其他全部都挂在刚刚进去 那个都是那个 那个鱼骨头 最后那里头有那个粉啊 粉滋 还有那个汤 我一口也没吃 一大包回去 他居然说我全部吃惯 这样各位 今天我跟刚进来 就是见证 所以听话要听两面话 一切以结果来判断 我想今天刚好 这个很重要的日子 我想又是开年 各位就像刚进讲的 今天我们帮各位 把明确的目标定下来的 你所有的怀疑 都可以好好的去求证 台湾有一位 在台湾当年是守护 就是婉永庆先生 他就讲他这一生的成功是什么 他一生的成功说 他对任何事情也抱着怀疑 但是更重要的 他有第二个心就是求证的心 所以希望全球各地的朋友 虽然今天你们隔着千山万水看我 那老师的散事又雅 国语又不标准 但是安利是值得你去好好地去求证的一个事业 你要好好地感谢你的介绍人 更要记得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 而且今天是安利的刚刚开始的开跑 所以你一分钟都不能够输给人家 一定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好好地了解安利的产品 好好地自己试用 然后玩了之后 好好地了解安利的精神 跟安利为什么值得你做 为什么值得你做 各位有机会我私下再来教各位 下一个月的分享 那更精彩 到底是谁呢 现在不顺步 请各位好好地期待 那么这个月是我们一再强调 一年之际在一圈 一日之际在一城 所以现在是安利开年 所以最重要的时刻 由我跟韩介 跟那个韩石来讲 各位我以为今天我不要讲 因为他们三半已经够震撼了 还请魏医生还请佐伟 我今天上来不是躲雨吗 可是我到了最后一半 我觉得我真的忍不住 我真的忍不住 我忍不住越讲越多 但是我知道要打住了 因为刚刚他们都一直 来帮我换这个换那个 他就会一直分心 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幸好有软磷子 要不然我被他们家搞一搞 下一句该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 记得梁桑 我住以哪里都不是演 那个变蛋马文才 变蛋说宝石终域 他宝石终域之后呢 他想了半天就不饿了 各位我想 如果不是安利的软磷子 不是安利这样子对我 我想我老早就不见了 我从小就那么苦 然后又从年轻开始 都一直生病 你知道我病到医生 有专门的一个传播给我住 后来我做了安利 都没有去看病 他问我说 陈老师我以为你出国了 我赚的钱原来都是跟 他被他用关的 他以为我出国了 所以都没有去看病 所以各位 真的现在想想疫情这么严重 安利的营养质品 纽西来的营养质品 救了多少人了 所以各位 真的一定要把健康 传给每一个朋友 一定要把 要帮助别人 从扶贫到脱贫 这是我们以后的宗旨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 好不好 那今天 对对对 各位 你看看 又踩电话 幸好有人在提醒我 我们的超凡日以后 要改在8月9号 发酒发酒 我们不要再久久 要发酒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一个月 如果我们在这个月 已经开跑9天了 如果我们是8月9号 就开始 就开始先铺垫了 所以千尺得点 我们先多跑一个月 9月份开始就更好了 但是现在 因为是9月9号 所以现在开始 我们今年度 我们8月9号 就可以庆祝超凡日 好不好 那希望各位 今天韩丁大哥讲的这么好 韩姐讲的这么好 韩子讲的这么好 我讲的是多余的 但是我讲的每句话 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是香蕉皮 划到哪里 划到哪里 都是真话 希望各位 今天见证到 我们全家的 三个小孩 变成这样子 如果我没有安女 我不晓得 我那个小儿子 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没办法 现在都跟我讲 妈妈 我来生还要做你的孩子 然后女儿也说 妈妈 我们又像好朋友 而女儿已经 三个小孩看到我 都吓得跟什么一样 现在三个孩子 每次都讲了一段话 让我都觉得很感动 对不起 又多讲几分钟 她讲说 外面不是形容女人吗 20岁的女人 像橄榄球 每个人都抢着爆 30岁的女人 就像排球了 这个打过来 那个打过去 40岁的女人 像足球 这个踢过去 那个踢过来 50岁以上的女人 像高尔福球 恨不得一干净动 就问赵阳就知道了 那现在我儿子女儿都会讲 她说 我妈妈就像20岁的女人 不止我们三个全家人都抢着爆 全世界各地人都想拥抱妈妈的想法 所以各位 真的想法决定你的一生 所以各位 一定要相信 风水在你的嘴巴里头 从今天开始讲话 你的嘴巴所讲出来的话 就是你未来的前度 祝福在场的每位朋友 更祝福全球各地人 操房的家人 老师塞牙的伞肢 讲到现在为止 希望各位要把 老师的每一句话 肺腑之言 好好听进去 现在开始 一分钟都不能够浪费 你的未来是你意想不到的 老师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 你们的今天是老师的过去 所以一定要相信 老师讲的每一句话 要听懂贪君讲的贪君 只是加上相信两个字 最后再加上坚持 所有的男生完全改变 喊解释 我不想让各位 是不是都听进去了 谢谢各位 我要告诉全球各地的家人 老师真的好爱好爱你们 也好想好想你们 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们了 所以只能够透过直播 跟每一个宝贝见面 老师今天没有换任何的妆 所以都是英雄本色 准备不讲的 所以你看头发也没有好的 但是妈妈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觉得更亲切更接近吗 对吗 好谢谢各位 今天的分享到主意 谢谢大家